大家好,这里是妹妹物语 火之神殿是四大主线之一 任务中我们需要找到隐藏在火之神殿中的五个铜锣 所以这部影片就要来解说五个铜锣的位置在哪里 我会从最容易找到的锁开始讲 讲到最难找到的铜锣 那大家以最快最轻松的方式找到它们 那就赶紧来看看怎么解吧 第一个锁是最好找的一个 从传送点出发,往后方走,然后向右转 走一段距离后会看到一堆佐纳乌科技放水栓 还有一大片的岩浆 放水栓喷出的水遇到岩浆后会形成石头 就可以在岩浆上面行走 利用放水栓制作石头路 并通过岩浆后会看到一条轨道 搭上矿车并敲击风扇来驱动矿车前进 在轨道上行驶的过程中 阿源会跑到矿车前方 可以按A把阿源发射出去 这里就需要按A操控阿源撞击圆形装置 来让铁轨的行进方向改变 才能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到底后先别急着前进 下车来到左边 带着一个放水栓 并往深处走来到岩浆旁边 做好石头路后 使用阿源撞击挡路的石头 便能继续前进 之后走到底后就可以看到第一个铜锣了 铜锣也就是火之神庙的药所形式 用阿源的能力撞击并能解锁 后面就不多提了 第二道锁是接着第一道锁的路途继续走 回到刚刚矿车停下的地方 打下旁边的黄色机关 便能使挡路的机关抬起 让矿车能继续前进 注意铁轨上会有挡路的石头 或是有魔物会作乱 可以用阿源的能力撞击开路 踏成矿车到底后 打击旁边的机关 让矿车180度转向 往回走 铁轨的镜头会看到前面有出现过的 让矿车转向的圆形装置 利用阿源撞击转向机关 就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了 到底后先不用继续前进 直走的话是有一个宝箱可以开 但要锁的方向是在左边 所以下车后来到左边 看到一个机关 打击机关让轨道降落下来 就能让铁轨接上 并搭上矿车继续前进 这里会看到一大片岩浆 一样利用放水栓制造石头 过到岩浆对面 左边也有天然的放水栓可以使用 反正想办法过到对面就行了 到了对面之后 再转个小弯 就能看到第二个铜锣 解开第二道锁龙 打完第二个铜锣后 往回跨过刚刚的大片岩浆 回到矿车的地方 并把矿车180度转向 往回开 还记得刚刚打击装置 把铁轨放了下来 现在要把它调整回去 变成往上方行走 可以利用弓箭打击对面的机关 把轨道转成往上行驶 之后上矿车 前进来到三楼 到达三楼后先到一处 黄色柱子机关 这个机关可以解锁电梯 是从一楼直接到达三楼的 之后会比较方便 记得先解锁 解好电梯后来到两个绿色 调整轨道机关的地方 一个机关是调整左右 一个机关是调整上下 透过打击机关 来把轨道变成向上方行走 便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 一样搭上风扇矿车前进 经过很长一段轨道之后 下车便来到第三个铜楼的地方 但该铜楼的位置比较高 没办法直接撞 是要先利用阿元把挡住放水上的石头撞掉 这有永远不觉的水 拿到永远不觉的石板 利用这些石板做一个斜坡 让阿元可以顺着斜坡 飞上去并撞到铜锣 撞到后顺利开启第三个锁咯 解完第三个锁后往回看 第四个锁就在第三个锁的正对面 这里会看到一处断桥 并且桥的对面有个被红色石头挡住的地方 先利用前面放水上产生的远远不觉的石板 制作一个超长石板 要足够长 最好连接石片以上才够 才能把石板刚好夹在断桥着 形成一个斜坡 制作好后便能利用阿元撞铺石头 并且顺着这个石桥来到新的地方 这是有个五层的塔 每一层都有一个宝箱可以取得 想开的可以去每一层探索一下 但最重要的锁位于最底层一楼 直接跳到最底层就会看到铜螺咯 这样就顺利解开第四道锁了 最后一个锁需要利用前面解锁的电梯 先传送回去一楼 往后走到接近门口的地方 找到前面解锁的电梯 并搭乘电梯直接上到三楼 在三楼这找到一处有断轨的地方 因为轨道是断的 那风扇矿车会摔下去 需要在矿车上面加装火箭 便能有足够的速度冲过去 只要一个火箭就足够冲过断轨 冲过断轨后到达上一层 往前走会找到一个断桥 这个断桥其实是个小机关 把断桥粘合起来 形成一个斜坡 就可以利用这个斜坡 把阿元送到天上 撞击红色石头 石头破碎后 会发现掉落一个方块 只要站在方块上 使用倒转乾坤 就能返还回去 顺利抵达五楼 并且看到最后一块铜螺 解完所有的锁了 以上就是火之神殿的解法了 神殿中还有隐藏的一些宝箱 有兴趣的可以去探索 也欢迎底下留言补充哦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有趣 或是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并帮影片按一个赞 最后也会出更多的 夏海达传说王国之类的内容哦 那影片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